大家好 这里是关亚迪的单口播客 今天是我人在上海 是台风登陆的日子 所以大家可能听到话筒 是否有一个低沉的沙沙的声 实际上是在我 我现在住在上海徐会区 窗户外面 飘泼大雨 也没到飘泼吧 反正是大雨的声音 我觉得好像如果能带着路进来一点点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一点点生活的质感 好 闲话不多说 我今天其实也是偶然的一个事情 让我想 想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发了一条长微博 现在这个微博可能在网上 可能还在被一些热心的网友在转发 我这个微博的内容讲的是 因为我刚刚 其实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前 我看到国内一位演员工作室 发了一个通告 不然我都忘了这个事情了 这个事情就是我在国内 一个两个最重要的视频网站之一 最近两家不都在做脱口秀节目综艺吗 然后其中的一个综艺 里面有一位女艺人 她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她曾经是一个女演员 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女艺人 她借着上台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她对国内的另外一位男演员 进行了用寒沙摄影的方式 注意是用这种方式 她没有点名道姓 当然也通过一些谐音梗方式 她进行了道德指控 但是她打着是一个脱口秀的 这样的一个表演的名义 然后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就引发了巨大的网络舆情 也不能说舆情了 反正就是上了很多次热搜 我会个人觉得 我过了这两天 我看到工作室男演员工作室发布的通告 我想起了这个事 这个事不就应该是几天前 就前两天 我觉得这个事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案例 什么糟糕呢 就是她明显的是社会目前进行道德泛化的 这样的一个糟糕案例 非常典型 那关于这个在台上表演的女艺人 我其实对她不想多说什么 因为咱不知道她这事内心动机如何 我们不做任何的评判和揣度 我想从我从事的电影行业二十多年来 一些基本的内容行业 跟媒体相关的一些基本流程 和一些内容制作的一些专业水准的角度 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会认为 这家视频网站 和这一档脱口秀综艺节目的内容审核呢 有严重失实 的这样的 严重失职 这样的情况 或者我觉得她可能是有意的读指 就是 她可能就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脱口秀节目 她自己从内容策划到节目制作 一直到播出 中间有很多个环节 都其实可以让这一段表演 不会播出来 但是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既然已经播出来了 我认为这 从脱口秀内容的专业角度 还是从媒体 制作机构和视频网站播出平台的这样的角度 都有明显失职 也有严重的不专业的地方 这是我想表达的点 因为你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脱口秀综艺节目 背后一定有一个制作方 她为什么会认同让这样的一个女艺人可以公开 这是几千万人看的节目 至少上千万不止 去直接寒沙摄影 去对另外一个眼下应该跟她不太熟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人 具体到这个案子里面是一个男演员 进行如此的寒沙摄影的道德攻击 道德攻击就是说她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她就凭一张嘴 用开着玩笑的方式 然后去各种宣泄自己的情绪 我自己认为其实都跟骂街没有什么区别了 以及她对此后后续引发的各种的 对于这位她攻击对象的男演员 她会引发了各种负面情况 网上的也好 现实生活当中的也好 她可以在节目当中 她有轻飘飘的说 开玩笑 不要对好入座 就拿这个来当借口吗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的不负责任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我会觉得这位女艺人 她明显的她先放下了这句话 抛开了这句话 她是冲着制造话题 要上热搜 制造冲突 奔着流量去的 这个话题 我觉得她很具体的指向某一个人 她并不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脱口秀的表演 她针边实事 针对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 她虚指的是一群人 她是虚指 是一群人的一些某些特征 或者虚指某些人 但这一次她不是 这次她用的是谐音梗 用韩沙摄影的方式 她明确的指向生活当中的具体的某一个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 不管最初这个策划是这个女艺人自己提出的 还是节目组张罗的 咱就不管 咱也不知道 但是问题这个策划是怎么被通过的 大家其实喜欢看脱口秀节目的朋友们 都知道任何一个台上的表演 都会有总编剧 有策划组 然后来帮忙上台的演员或者嘉宾 给他们改稿子 甚至帮他们写稿子 这个其实是已经是热爱 看这块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的常识了 或者共识了 那我也会接着问 那为什么还会有总编剧 或者节目组的相关的人 会为这位女艺人去帮写这篇稿子吗 为什么呀 这个稿子不是明显 一看这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啊 为什么会帮助她写完这个稿子 她现场表演的时候 一定也是看着提词器 按照稿子念的对吧 那么在彩排的时候 肯定不是一遍 那一遍又一遍 从彩排到录制 那节目的从总导演到纸片人 他真的认为这篇稿子内容 没有问题吗 可以就这么拨出来吗 这是我个人的就连续的几个疑问 或者我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为了要上热搜 为了制造某些话题 真的可以攻击具体的某个人 攻击到如此直白 我觉得是不要脸面了 我这真的是可以这么做吗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在隔壁台的那些视频网站当中 我看到比如说我曾经发过长文 特别赞赏颜鹤祥的一段表演 哇 我觉得太棒了 我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 当然中间有很多 他拿着郭麒麟来回打去 太多的脱口线演员 我经常我不喜欢的内部梗 我也其实有反复提到过 这些内部梗也经常是拿着别人打仗 但注意啊 这一般都是特别熟的熟人 而且是面对面的 大家记得有一个节目叫吐槽大会 被吐槽的人是坐在台上 你现场面对面 看着他的眼睛去吐槽他 或者就说这是我家人亲人 这大家都会说我爸我妈如何如何 对吧 这个我觉得他是熟人之间的 一个单口喜剧的一些技巧 但这次这个女艺人 她可是站到台上明晃晃的 就冲着某一个具体的人 就直接亮刺刀 我说这种行为到底你如何该界定他 我觉得这跟脱口秀 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站到脱口秀的表演的角度 那一段表演也非常糟糕 但是更糟糕的在于 我还是回Q 我说从节目组 从这段表演的策划 彩排写稿 拍摄制作 还后面要送审呢 就内审啊 就平台内部要审的 节目组 没有真正有效的对这段内容 做真正的把关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就认为 这个不是问题 或者没有问题 如果是后者的话 这就更糟糕了 那么进一步 那你把这段表演提交到了视频平台 不管这么大的大厂的视频平台 他一般都是中台 他一定会有内容审核 审查相关的团队 那这个团队 他难道真的就对这段内容 就没有提出过意义吗 还是说这种打着脱口秀名义 对个人进行含沙摄影的骂街行为 我真的认为这就等同有骂街了 它是好内容吗 因为它能产生好的争议 因为它能上很多热搜 它能带来很多流量 这就是好内容吗 如果节目组和视频平台 可以放任舞台上的演员也好 嘉宾也好 就打着脱口秀的旗号 可以这么玩 往小了说 这可能是对单口喜剧吧 我们国内俗称脱口秀 是不是又把它往火坑里面推 而不自知 换角度 咱就说的再直白点 咱是不是现在做一个喜剧节目 就可以这么不要脸面了 说俗点就是不要脸 真的要这么不要脸吗 那这件事表面上看 实际上一个女艺人 在台上 我确实有点瞎折腾 但是她更要命的是 有这么重大影响力的节目组 和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播出平台 在就视频网站啊 在这件事情上体现出的 它的价值取向 是让人非常担忧 我觉得甚至有点恐怖可怕的 就是她可以放任有人在公开的 这么大影响力的内容平台上 空口白牙 寒沙摄影 对生活当中具体某个人 进行如此恶毒的指控 而且几乎她不用负什么 木枪 木之可及的法律责任 因为我也相信 这位女艺人 她后续绝对不会说公开露面 然后对自己寒沙摄影 指控的这一段 自己拿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佐证 说我没有胡说八道 她现在只会说我在开玩笑 然后她就是躲在脱口秀 这个打键牌之后说 我开玩笑呢 你别对号主做 她在做什么 她做的是直主张不举证 就这样的一段内容 你看我说到现在 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看过这段内容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上自己去看 这样的内容就这么播出来了 播出来了之后 就在播出之后的那一刻 当天晚上 各种热搜一直上 一直上 此起彼伏 其实到现在可能也就两三天的事 那么我就要问 作为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作为这个视频网站 媒体平台 审核内容团队的负责人 是不是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你们才是更大的责任人 你们的优先级 其实高于这个女艺人本身的 因为我知道有些普通网友的 咱们就咱们都算普通人了 觉得这事不就吃个瓜吗 我一开始第一反应 我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我看到大家吃瓜 吃成这样 我就觉得怎么回事 我这两天没多想 我直到看到了刚才 这个算是维权的一个公告了 他在起诉一些网友 说侵犯了民运权 不拉不拉这些 我会告诉大家 你不要觉得这是吃瓜 跟你无关 我是看到这个公告 我突然想起来 我说实际上这种糟糕的 犯道德化的指控 他其实对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 每个人的伤害是平等的 你不要觉得你可以置身 是吧 在这么糟糕的一个风气下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你以后谁空口白牙 就直接给人各种造谣 造谣的内容可能各种类别 这个咱就不去展开 那这个后果 大家就可以捕风捉影的情况下 无限扩散 我看还有公众号就这么跟着写 继续扒 然后再来一轮 形成反正各种形态的 泛指的网爆 我说是泛指的网爆 那么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各种延伸的伤害 我觉得这事大家自己脑补吧 其实这事已经在发生了 那节目 这是这么大影响力的节目 和这么大影响力的网站的平台 如果都能如此公开的 这种 我觉得今天怎么就是空口白牙的 泛道德花的指控 然后公开的这样的搞事情 我想问大家 谁会觉得这一切跟自己是无关 这都是明星那点事 这都是什么内娱要完了 不然我看到网友 大家都在这么评论 你觉得你跟这个事 你能置身事外吗 我觉得这是 我这是人人相关 然后我这篇长微博发完了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千万别太活在自己的成长经验里面 我后面又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我想跟更年轻的朋友们去交流一个事情 就是补充一个正常的传统的媒体的视角 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在我和我身边的一帮 我们算老媒体人 觉得这个事情很荒谬 觉得不可置信 它怎么会发生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 他会觉得不清楚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情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 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小例子 来佐证一下 或者来佐证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这件事让我觉得 很荒谬 很不可置信 我举的例子就是 我从20多年前开始 我一直是国内的很多主流的 平面媒体的报纸 杂志 期刊 给他们供稿 那个时候写跟电影市场分析文章 影评 什么什么都有 还有其他的杂文等等都有 注意啊 我的身份不是这些媒体的员工 我只是他们受邀的专栏作者 或者叫特约作者 那这样的工作 我干了很多很多年 可能前两年 我还给媒体写过文章了 这就是在传统媒体时代 我举这个例子是假 我们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不都是应媒体邀约写稿吗 一般这样媒体单位 都是有编辑 有主编 副主编等等 还有很多环节 编辑一般是跟我直接对接的人 然后有的时候 是我主动想写一篇稿子 我就联系编辑 但是很多时候 都是编辑直接联系到我说 我们有这么一个选题 有这么一个片子 电影市场 有这么一个话题 是不是可以邀请你来写一篇 什么样的文章 我们也会简单交流一下 大概我有什么思路 可以听 这真的听 那您就写吧 然后我很快的会提交初稿 编辑会对初稿 进行第一轮的把关 然后交给主编 主编看看有问题没问题 是不是需要一些个别的修改 然后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 主编去牵板印刷 我几句话说完了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操作过程当中 其实要更复杂 我说的其实很简单 但是注意再怎么复杂或者简单 整个这个流程 就是我作者 编辑到主编到牵板到印刷 其实叫反复的要怎么说呢 内容要去做编辑调整 也算是做审核吧 这个流程是不会变的 所以说任何的媒体单位 你都要对自己平台发布的内容 是要负责的 而且是要经过多次修改 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这么多年的文章 发给编辑的 其实都算是初稿 等到时候刊印出来 或者发布出来 我看到的内容 会有或多或少的删解 因为有时候它排版 它要说一定的字数 注意它不是不认同你的文章的观点 不是的 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的确行为啰嗦 容长 它这个版面就这么大 它要把它框到 比如说1200字 缩到1000字以内 它会把措辞再凝练一下 包括标点符号等等 这都是编辑的工作 他们其实非常辛苦 因为你要正好卡进去 你还要交给美编的 还要做版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媒体平台 应有的一个自我内容的 审核的专业流程 一关一关的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去把做好 都自己的工作都要把它做好 但是呢 我说从过去20多年以来 到此后的十几年都是这样 但到了自媒体时代 特别是到现在2024年 那么大概的情况变成这样 就很多的内容博主 比如我这样的 就跟很多很多网友 内容博主都一样 就是不管你是发的是音频 视频还是文字 没有什么编辑和主编来帮忙了 有一些大号 可能自己是有团队的 那还是有小编 对吧 有编辑部 有选题会 他们其实也是 借鉴和模仿传统媒体的工作流程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这样 艺人公司 或者你就个人 你就有一个微博账号 向我发了条长微博 不会有人帮我来编辑 也没有主编什么牵绊 所有我发布的内容 我以我为例 跟很多千万的这些网友朋友们一样 对不起 你我就一个人承担 我们在网上所有的发言 所有发布的内容 如果它带来任何的什么不良影响 任何的问题 责任是分得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 好吧 我就把这个背景介绍给大家 时代变了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媒体的 基本的工作流程角度来看 我前面聊的脱口秀 综艺 节目这件事 它其实就是这个节目 就是这个网站的重头内容 它里面发布的每一段的演出 当然需要节目组 第一把关 就类似编辑 然后到平台 视频网站 就像那个总编一样 要签板一样 都要一轮一轮 中间我说的还是简化 中间还是很多关 甚至还要校对字幕的 对吧 你不能上面有错别字 以前电台你有错别字要扣钱的 现在视频网站怎么扣钱 我不清楚 总之是都要审核完毕后 才能播出 那么在以前 像我这样 外聘 只拿稿费的作者 不管是我 还是我刚才说 是全职的 拿工资的 这个媒体的记者 如果我们都是执笔人 如果我们哪篇写的文章 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 要万一 我说万一 需要追究起责任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了 是跟大家想的可能不一样 我或者是全职的记者 作为执笔人 我们其实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个体的人 其实不是第一责任人 你知道吗 谁是第一责任人 是媒体的主编 谁签的板 谁是第一责任人 因为有了你的签字 下版印刷 产生了影响力 然后第二责任是谁呢 跟我对接的那个负责编辑 但中间可能还层层层 都有责任 链条 因为编辑负责选题和内容修改 这就是我前面说 重重把关 重重负责 这个时候 再往后 最后的最后 你要追究起这个问题 就到我这 执笔人 当事人 我是个作者 或者还有记者 他们直接的责任 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大 如果很严重的问题 可能到着个人 会受点影响 但是要扛 首先是扛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领导站出来 说这个事儿啊 这个选题是我们定的 这个文章是我们写 我们对内容合适是把过关的 这个要保护记者的啊 要保护编辑的 这是传统的媒体平台 那OK 那现在啊 我说为什么 因为要走这个层层的把关 这么做的原因就是 但凡如果真的在内容上有什么问题 其实从你创意组稿 到编辑的很多关的过程当中 编辑和主编都是非常资深 有经验的媒体人 你可能都过不了他们这两关 你这个东西根本就见不了报 刊登不出来 就没有人能够看得到才对啊 所以如果你登出来 就默认这件事儿是 大概没什么问题 都是可以经过事实验证 而且这个观点也是代表媒体的 所以我们当时写的所有的观点 实际上都是媒体观点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说 本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代表媒体意见 这个其实就那么一说 在传统媒体时代 那句话其实略等于无 但到后来到了自媒体时代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 很多网站免责 就会说现在这个观点 都是个人账号上传的 的确没有经过他们审核 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点作用 还是一个时代变化了 OK 我举了那么一大段例子 说回来 就是今天我们提到 脱口秀的事件 就是一个女艺人 在台上表演 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对自己生活当中 是有明确现实生活 明确所指一个人的 来进行这种直接的 寒沙摄影的道德攻击 道德指责 在这件事情上 更大的责任人 我认为是节目组和视频平台 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那么至于女艺人 她作为当事人 我其实我对她没有什么 太多的苛求 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 这件事反正是 我们发言文则自负 那这些艺人 她做这些事情 反正无所谓任何的后果 反正她自己单摆 对吧 那么我只是想说 按照正常的媒体逻辑 她的那段表演 从创意阶段 根本就不该被写成稿子 也不该被推进修改 上台彩排 被执行录影 她就不该发声 那如果最后推进执行了 引发了现在各种的问题 我就优先问责 那些权力更大的责任方 就是节目组和平台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们在日常忽略了太多太多的 有一个关键词叫媒体伦理 因为在新闻行业 其实还有个新闻伦理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都犯媒体化了 我就把它稍微改 就叫媒体伦理 所以说到最后 我并不是想针对这个女艺人说什么 我想对这个综艺的节目组 如果有负责人 或者视频平台相关的负责人听到 看到我发的长微博 听到我的播客节目 我就想跟他们说 最后几句话 就是我们在为网友 为观众制作优秀的内容的时候 请不要忘了基本的媒体伦理 而不要放任自己变成一个 只是时刻关心的都是 大量吞吐一些无关真相的 海量级的数据和话题的媒体怪物 我脑子里面就是 宫崎骏那个动画电影里面 千许千许里面 一直在吃东西 那个怪物 然后最后他又都吐出来 好吧 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出现这个画面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 这个事情 就是你不能往深了去延展 我真的不希望它是一个糟糕的 未来一系列类似这样的事情 反复发生的一个开始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些 相对克制的讨论 就是我们针对痛点克制的讨论 我也不想说好像又变成 对这个女艺人的一轮新的网爆的开始 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其实我并不想讨论那么多的 这些个人的是非 他到底跟谁恋爱不恋爱什么这些 我觉得这都不是我想讨论的点 我想讨论的点就是 能不能你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节目组 和这么大影响力的视频平台 担当起你该担当的责任 不要把媒体的基本伦理 抛到脑后 让自己放任变成一个可怕的媒体怪物 好吧 这就是今天 关雅迪的单口播客就聊这么多 突然外面的雨停了 希望这一轮的风波也能早一点停 多好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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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